今天中午到我們的秀林國小 來看收容中心的 我們的這個測下來的我們的鄉親 那一共有18名在這邊收容 那我要感謝秀林鄉公所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徹夜啊 把我們在這個比較 這個保全戶的部分 這個強制把它撤離下來 因為啊 昨天晚上 我們也真的不曉得 參數颱風到底風雨有多強 但是預計中央這個氣象中心的報告 是強烈颱風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護到 我們保全戶的生命安全 所以要求所有的各鄉鎮 一定要強制的撤離 那我也要謝謝各鄉鎮的這個 徹底的執行 更謝謝這個鄉公所 以及這個 華林縣政府警察局 還有花防部以及後止部的這個軍官 大家一起齊心協力 讓鄉親能夠最安全 那至於參數颱風的部分 從昨天到現在為止呢 對於花蓮來說 我們有一些露樹 青島的部分 那也謝謝清潔隊 還有開口契約廠商 都能夠即時把這個青島的樹木 把它這個處理好 把它清除掉 讓大家行的安全 能夠依舊能夠維持 那另外在這裡 曾偉也再一次呼籲 花蓮所有的鄉親兄弟姐妹們 在參數颱風還上在 我們還上在這個暴風圈裡面 所以請現在的花蓮鄉親 儘量一定要減少外出 還有對於我們現在在收容所的居民 我們請收容所的居民 一定要安心 先暫時在收容所比較安全 等到颱風警報解除以後 我們再返家 再一次呼籲大家做好颱風的準備 颱風尚未離境 我們已經還是要嚴正以待 感謝所有的協力單位 全力燃守護住花蓮的安全 謝謝